第八届温领威象棋果手赛 胜则组的决赛 由红方六脉神剑赵欣欣对阵黑方白面书生汪洋 开局选择先直路 黑方飞向 红方视角炮 黑方挺一个七足 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也选择跳马 双方出局之后 红方选择马二进三 黑方就马八进七 这里红方把四项全部补齐 准备要贴身拘 黑方抢先占领内道 双方是一个散手性的开局 红方非常稳健 先把自己的三兵对齐 化解自己三路马的弱点 那么黑方这里也选择对窝居 红方把居对掉之后 黑方虽然说少走了一步棋 但是红方的居没有出动 如果选择直接对居 也会亏一手 那么双方基本上是一个均衡的局面 此时红方正常落相 黑方挺三足 红方一吃 黑方挺居 这里来一个先棘后取 同样也是解决了三路线上的问题 双方开局走得极为稳健 黑方抓马 红方就马迹进六跳起来 黑方也马上进三 这里红方走一步退炮 司机将来炮二平三 瞄出对方的七路底线 黑方不视固防 红方直接点击进来 那么这里实战当中走的是 马三进四 红方可以白吃一足 实战当中也可以考虑走一个炮八平九 先把炮平开 马呢给鞭足升根 如果此时你压我 我就可以直接跟你对居 这样对掉之后呢 红方依然是略好 实战当中 黑方走的是马三进四 那么红方呢 先捞一个鞭足的便宜 像这种散手棋呢 一个足也是非常大的优势 尤其在残局当中 就体现出这个兵足的威力 黑方走一个炮一平四 大马抢先 红方就把马压住 如果你打我 我就鞠三进一吃你的马 抓炮抢 黑方此时呢 不能轻易乱换 走一个炮八退一 非常的得当 准备要平炮打鞠 此时赵欣欣呢 露出了自己的匕首 直接呢退马踩鞠 好奇啊 这里呢 抓住了黑方 鞠与炮的弱点 那么这个局面下呢 显然黑方是不能鞠三平二的 如果你这么下 我就打掉你的炮 你只能先吃我 这样呢 我并不是吃你的马 跟你去交换 而是选择越马登鞠 黑方只能呢 去抓马抢先 否则要丢子 红方继续向前冲锋 那这个马呢 就受到了威胁 只能呢 先回窝心 红方进鞠一抓 又是一个先手 当你的炮逃开之后 再鞠三平四 将来呢 有马四进三 炮二平三 炮二平四 等等攻击手段 红方已经是大战优势 所以啊 黑方这里呢 想不换鞠 也不行了 这个局面下呢 只能选择 平炮对打 这样呢 道成的问题就是 丢一个试 红方呢 欣然接受 选择吃鞠 你吃我 我吃你 交换完之后呢 红方捞取了一个试的便宜 在这种马炮三局当中 多一个试啊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这种局面下呢 黑方选择了飞高相 那不如马七进九啊 感觉更加的灵活 跳马上来 那现在准备要马九进七 你让不让我跳呢 你不让我跳 你的马现在也动不了 如果红方选择进炮别注 黑方可以进炮 先把马压住 准备要跃马上来 那这个棋啊 虽然少一个试 黑方的两个马很活 控制住红方的马 如果红方只有两个炮在外围呢 应该说黑方还是完全不拒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飞高相 并不是特别理想 把红方的马呢 就给放出来了 以下黑方选择躲炮 红方兵武进一 先避开黑方的威胁 黑方退两步 准备要炮六平武打中兵 红方该怎么办呢 红方此时选择了 平炮打马 先抢一个先手 当你落向躲 我就进炮 把你的马先压住 准备有马而近似的威胁 黑方先回马 这里呢踩中兵 同时不让你马而近似 向前冲锋 红方此时呢 中兵也就放弃掉了 没有办法去保 那么你吃我呢 我就炮六平武 先把你的马给牵制住 黑方赶快补墙中路 红方抓住机会 越马跳上去 直接抓马抢先 那么此时呢 黑方浸炮先顶住 虽然说啊 扛住了红方 马踩马的威胁 但红方呢 可以打掉中足 取得一个足的便宜 形成当前局面 黑方少一个士 少一个兵 应该说呢 红方看到了取胜的希望 这里黑方啊 还是比较顽强 先出老将呢 避开红方中炮 红方呢退一手 这里啊 黑方呢 走一个退炮 主要呢 是为了将来炮六平九 打掉红方的边兵 红方看到啊 这个棋呢 左右两个兵 难以两全 索性呢 下了一个简洁的下法 直接进马 你打我的兵 我就吃你的足 你打我的兵 我再马回来 那么形成了 比较干净的 马炮兵 对马炮 单一个士 这个棋啊 应该说还是很微妙 在实战当中 红方取胜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视像权 是一个观和 但是你少一个士 就有了一个 很好的进攻点 我们来看 红方呢 是如何一步一步 推进的 这里汪他大呢 只是很弯强 先把自己的 视像调整好 那么红方呢 位置也基本站稳 开始呢 冲自己的兵兵 黑方是无法阻止 这个兵兵过河的 索性呢 先进一个老将 红方就顺势冲回去 黑方此时呢 回一个马 把你下兵的路线呢 先看住 那你红方的兵想冲 你只能是横兵 横兵呢 黑方就马马 跳到视角 这样的这只马 对红方的兵呢 形成一个抵御 让这个兵啊 下降的速度呢 哎 放缓 红方当仁不让 敌退我进 我把你压住 黑方此时退炮打兵 这也是刚才黑方 搭建一个高向的目的 准备呢 威胁红方的过河兵 那现在这个兵呢 被咬住 又下不去 红方该怎么解决呢 且看赵欣欣 如何向前推进 首先先摆一个中炮 把你呢 这个老将和士啊 也给牵住 你是一个单士 你现在动不了了 那现在黑方 唯一能动的子呢 就是这个炮 向也不愿意动 搭这个炮架 马动了兵要下去 所以说啊 现在呢 就只能动炮 那么红方呢 陈姬啊 先把自己的阵型 调整一下 先把高向 阳角士 全搞起来 再出一个老帅 控制一下六路线 然后呢 再把炮退回来 那目的什么呢 就是要炮五平七 准备掩护这个兵 往里冲 黑方一看啊 这个兵呢 确实是拦不住了 也没有办法了 先落了一手下 红方呢 按计划把兵往里冲 黑方退炮 红方继续冲 黑方炮八平六 准备呢 威胁一下红方的老帅 红方这里呢 先避让一下 现在是马踩炮的先手 黑方就退一手 此时呢 红方平中一将 黑方选择出老将 红方马六退五 好 进入残局 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个局面下啊 红方马踩着象 炮打着势 看起来啊 黑方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正确的走法 可以考虑 势五退四 应该说呢 可以抵御红方的进攻 以下红方有两种走法 假设红方直接吃象 看起来呢 捞一个便宜 那多一个势一个象 岂不是赢了吗 黑方此时啊 有一个炮六平五 可以化解危机 红方立刻就傻眼了 现在无论你是电象 还是电马 我把炮打掉就合棋 那如果你选择躲呢 我自然是飞向一江 这边较江 这边吃马 红方呢 这个棋啊 就没戏了啊 必然是形成合棋 当然红方这里呢 也不是说丢子了 可以考虑马三进五 你打掉过横冰抓双 但换掉大子 这个棋呢 肯定是合干净了 所以说啊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呢 红方不能贪吃相 那么如果选择横冰抓马 黑方可以马四进二 先把马跳起来 那红方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假设呢 你现在平炮乱江 这里呢 我就进一个老将 还把你的马给牵住 红方是没有好的办法 没有好的便宜可占的 至少战时啊 黑方是没有问题的 实战当中 这里汪特达呢 实战走的是退向 对不起呢 应该说是残局的一个 分水岭啊 那么这个象落回来呢 就暴露在红方的炮口下了 这个棋呢 红方简单横冰一捉 把你的这个马呢 赶走 然后呢 舒舒服服的 把这个象给打掉了 那么黑方丢象 这个棋呢 已经成为一个必败的 这个残局 实战当中 黑方扬一个势 准备要炮六平五 那红方肯定是先躲开 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黑方呢 也吃一个象 红方补墙即可 这里呢 平炮拉住 准备踩尸 红方呢 孤老将闭上一手 这里啊 黑方呢 就没有什么别的便宜了 那么退马打马 红方横冰卡住即可 黑方进老将 红方马五进三跳起 准备踩尸 黑方已然呢 是非常难防守了 实战当中 汪特大选择了一部回马 红方思考再三 选择横冰 觉得没有问题 虽然说黑方 你有一个平炮打兵的手段 但是我马三退五 正好把兵给看住了 那现在我这只兵呢 捉着马 捉着士 下不及我进老帅啊 黑方就很难两拳了 所以黑方此时呢 先把马跳开 红方进一个老帅 现在准备兵吃士 黑方赶快呢 逃一下 走到这里 红方进炮打相 走一个顿挫 把你的相打开之后 再选择退炮 那么已然呢 形成了马炮兵 必胜马炮单式单相的残局 黑方此时选择回马 不让你摆中炮 红方呢 顺势仰角式 黑方也仰角式 用老将给马看住 这里呢 红方避让一下 把自己的中马放活 黑方调转炮口 瞄住红方 红方选择炮退两步 准备呢 平炮将军 黑方强行跳起 红方摆中炮 黑方把老将先躲开 这里呢 飞向打马 黑方跳一将 再选择回马咬象 赵欣欣这里非常冷静 平炮咬一下 你显然是不能踩我的象 如果你踩我的象呢 我直接打试 自然是可以白吃一个 也可以考虑马五近七 这个试呢 也要白丢 这样的用马去吃 炮呢 留在底线 比较好 当然你不能这里落势 否则我打一将 再选择马其进五一将 哎 较将的同时呢 把你的马退路给封死 你无论走什么 我上老帅 把马捉死 胜定 因此啊 这个局面下呢 显然 黑方 是不能够去吃象的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进老将 那么红方啊 就选择一个飞高象 先把黑方的马给卡住 黑方此时选择落象 红方出老帅 黑方也出老将 红方此时选择直接下兵 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黑方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吗 也不见得 我们继续往下看 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呢 这盘棋是两个人的加赛 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 且见黑方呢 选择回马 此时如果你选择打我的士 我可以进马登霜 显然红方不能这么下 红方呢 选择一个摆中炮 这里黑方把炮拉开 自己准备要进炮打兵 红方此时选择越马 直接呢 先给自己的兵 来一个掩护 黑方 选择落势抓兵 红方的兵呢 只能先避让一下 红方再选择跳马 红方马三退五 这边打士 黑方仰角士 依然呢 想保留炮一进一打兵的先手 红方顺势越马一踩 黑方只能回马去防 因为这个士啊 落下来也是马脚 卡住之后 红方落相 炮打马 黑方马五进三 以上这一段啊 应该说 黑方下的还算比较顽强 红方兵三进一 毅然形成攻杀之势 此时啊 汪特大呢 走了一个非兵项 实际上呢 是给了红方 直接入杀的机会 正确的走法 应该兵三平四啊 这里呢 你只能吃我的兵 红方炮五平四 一招锁定胜利 现在呢 我一是要落势马 炮 二呢 是要踩势较将冲马 老将你进不去 现在你该怎么办呢 你只能选择回马去顶 没有别的好办法 那么我下士一将 逼你的马 只能点进来 然后我再踩势一将 再跳马一将 这样呢 将炮给吃掉 取得呢 必胜的局面 黑方丢炮必败 应该说呢 红方这个路线 是简洁的迎起方式 那么实战当中啊 时间过于紧张 赵欣欣特大呢 一时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选择了一部进老帅 应该说这部进老帅呀 是一部大肉 给了黑方 最后的求和机会 黑方此时 只要走一个炮一平五 即可求得和其 红方刚才啊 那么多不齐的努力 将复制东流 现在选择百中炮 必然形成队子 那么红方 你用什么来吃 如果你用马来吃 那我用吃 吃一吃 你打掉我 这个棋呢 是一个标准的和棋 我有一个像 去走弦 那么就算你的兵 坐大堂 把我的老将控制住 黑方的马 将来呢 只要看住 红方炮将的位置就可以 你想到这将 我就把马跳到这 如果你像几下将 我就把马跳到下面来 只要我的马呀 看住你炮将的位置 就可以了 随时你将军 我就把你吃掉 正好有一个像呢 可以走弦 显然炮兵 是赢不了马像的 那么如果你选择 用炮来打 我就吃 你一吃 形成了马 兵 对炮像 这个棋也是要和 此时黑方 选择回马 那么这里 你红方该怎么下 你这个马 不能老放在这 你放在这 我一会舔你 你也不行 你只能往处跳 你无论往哪跳 我直接跳马踩兵 你的兵呢 被我赶开 我在进老将 那么将来 黑方的思路呢 就是老将往这边绕 将来四鸡呢 哎 往三楼上走 这个棋啊 红方也是赢不到的 非常可惜啊 汪特大呢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错过了如此好的 一个求和的机会啊 那么这个棋 黑方没有走 抛一平五 那究竟走了啥棋呢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汪特大在这个局面下呢 居然走出了一个惊天大陆招 马三进二 这个棋啊 马跳上去干什么去了呢 去将人家也没有什么棋啊 这个马跳开之后 是谁来看呢 赵欣欣特大微微一笑 哎呦 这个棋 陆招好大 直接马四进六 将仰角式一踢 立刻形成了八脚马的绝杀 汪特大呀 也至之刚才走了大陆 非常开心啊 不知道是苦笑呢 还是大笑 直接呢 选择了投资赦赴 这盘棋啊 非常可惜 最后啊 这一步棋呢 是决定了生死 如果选择了泡鱼平五 双方很有可能还要进行加赛 但马三进二 直接啊 到手的机会呢 就没有了 赵欣欣特大 凭借这盘棋的胜利 是击败了汪特大 取得了本次大赛 胜者组的冠军 那么将在后天啊 等待败者组的冠军 上前挑战 争夺最后的总冠军 这一步 好